二千年后,肖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乌孙氏来到,既见汉人众父后,见到汉朝那么有钱,归报其国,回去告诉他们国家,其国哪亿仲汉,就觉得要和汉朝来往, 其后年纪,圈所显史通大厦之属者, 皆颇与其人俱来,圈派出的那些副史,都是去那些国家,也派士捷来汉朝, 于是西北国似通于汉宜,于是这么远的国家就和汉朝有来往, 然章圈作空,因为章圈的名字太大, 在西北所有国家都知道章圈的名字,其后是往者, 皆称博望侯,所以后来出事的人都称为博望侯, 即是假冒章圈的名字,因为他们都很佩服章圈,以为 治于外国,作为人治在外国互相交往,礼节的保证, 外国由此信言,外国因此信中国,因为有这么重要的人在他们, 自博望侯圈死后,章圈死了之后, 匈奴民汉通污宣,匈奴就知道汉朝和污宣 合同,怒欲激之,想打污宣, 及汉使污宣若出其南, 于是汉朝就使派士者去污宣, 尤其南面去,抵大苑,大玉枝相熟, 去大苑大玉枝,烏酸乃洪,烏酸驚, 北面就匈奴,南面那些就全部 和汉朝勾结了,使使献马,献马来 给汉朝,愿得尚女雍主为昆帝, 想娶汉女雍主,结为兄弟之国, 天子问群臣以计,天子问群臣应该怎么做, 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 以烏酸显示诚意,先找聘礼来, 然后才送女去,初天子发书义, 天子写封信去约,天子是发书义, 是用逆经去占卜,占卜到什么呢, 神马当从西北来,应该有些很聰明的马, 是由西北来,得烏酸马好,得到烏酸国, 来到那些马好好,明若天马, 改了他的名字就叫天马, 及得大苑汉血马,得到大苑汉血马, 亦状更厉害,更明烏酸马若西极, 烏酸马就叫西极,明大苑马若天马, 大苑马就叫天马,而汉子竹开始起, 凌居以西,凌居西面,开始起一些城, 初次九泉棍,起了一个九泉棍, 做交通要道,以东西北角,去到西北角, 因益法使,继续派使者底, 安息,塞燕,黎軒,去到罗马, 调之,申讀印度,而天子好软马, 而天子特别喜欢大软马, 因为中亚的马是特别高大的, 比起中国的马来说,使者相亡于道, 不停派人去大苑拿马, 注使外国一辈,派去外国的人, 大者数百,多的是几百人,少者百余人, 少的人都派百多人,人所齋操, 大放,薄望猴时,他所拿去, 送的东西,都多过薄望猴时, 其后益杂,因为去得太多,而衰小燕, 国家没钱,给了汉武帝,这样搞到民共财俊, 汉率一岁,一年中,中士多者十余, 多就派十几个使者去,少則五六倍, 少就五六次,丸者八九岁, 丸那些去八九年,近者数岁而还, 近的人都去几年才能回来, 事时,汉记滅月,汉滅了冬月和南月, 而属西南宜街镇, 属那边西南宜都驚, 请利入朝,是想投降汉朝, 于是建立了益州, 越晋, 莊河,沈黎, 文山郡,这些地方就变了郡, 玉地接以前通大廈, 上那些地方一直建立郡院,直到大廈, 乃显史柏子昌, 許悦人,派柏子昌許悦人, 十余倍,十几代使者, 出此初郡,由这些郡去到大廈, 皆復币昆明, 但是被昆明阻止了, 为所杀,被昆明杀那些土人杀死了, 奪币材,搶了那些东西, 忠莫能通大廈,始终都去不到大廈, 于是,汉武帝好兜, 發三副罪人,把京师附近的罪人找去, 因巴蜀事,又找巴蜀当地, 數萬人,遣两将军, 派两个将军, 郭昌惠港, 枉激兇奴,就是汉市者,去打昆明, 為什麼他阻止汉市,斬首路, 數萬人而去,結果昆明其實沒有大酋長, 當然不夠打,去到這麼遠,就是殺了幾萬人, 其後顯示,以後再派市者去, 昆明復為購,但是依然, 因為不能夠駐兵,沒有用,昆明那些人繼續搶他們的東西, 景莫能通,都是打不通,而北道走傳, 北面走傳,就抵大廈, 就去到大廈, 市者寄多,派很多市者去,而外國 益驗漢幣,就不喜歡漢朝的東西, 因為多了就不值錢,不貴其物, 漢朝的東西就開始不值錢, 好,這一節到這裡。